本件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這兩位員警 預期死亡案件 那夾官在昨天晚上訓問後 向法院申請積壓 那夾官調查後發現 這個 這個林姓被告他是在 今年的8月15號 他在明德外域監獄 他因為預駕未歸而脫逃 那在8月22號 他在台南市的中西區就偷了一部機車 那二分局的員警 貨報這機車市竊案的貨報之後 他們就開始展開這個 查詢這個張車的這個作為 然後發現這台機車出現在台南市海南區 那圖姓遠景跟曹姓遠景兩人 就先後前往這個機車所在位置 那圖姓遠景抵達以後 那這個被告他為了抗拒逮捕 他就持刀攻擊這個圖姓遠景 讓他身上受有17處的刀傷 那在持刀攻擊那個遠景之後 他又搶下他的警用配槍 那曹姓遠景駕車抵達之後 那這個被告他就持這個警用的手槍 朝著這個警車射擊 那導致這個曹姓遠景 警車就偏向那駛入一旁的草叢裡面 那這個曹姓遠景就馬上下車 也要去這個拘捕這個被告 那這個被告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他也就拿起他的那把刀子攻擊曹姓遠景 那導致曹姓遠景身上受有38處的刀傷 那兩位遠景他在送醫後都很不幸的 就不致死亡 那這個被告他隨後就逃離現場 那他就利用一些交通工具 比如說計程車公車火車 那在台南嘉義 龍田 東山 還有新營這些地方逃亡 那在8月23日的凌晨 他在新營就搶了超商 那得款以後他就搭白排計程車 就前往高雄 然後再從高雄搭乘客運到新竹的時候 被警察拘捕 拘捕到案 那這個警察官訓問後認為被告 他犯了殺人 逃亡 脫逃罪 殺人罪 那還有竊盜 強盜 那還有違反槍砲彈藥 刀蟹管制條例等罪嫌 那認為他這個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他確實有逃亡的事實 而且有逃亡之餘 而且他有滅政之餘 所以向法院申請積壓 那法院還沒有開庭